全国疫苗接种计划开跑到现在已经4个月 虽然最近几个星期我们看到疫苗接种的速度已经大幅度提升了 这绝对是好事 但是依然还有很多排着队的人 他们对疫苗是引颈常判 而坊间最近就开始流传消息说 有一些非医疗机构的私人公司向公众售卖疫苗 然后这件事在社交媒体是引起广泛讨论的 大马医药协会就说 这些公司以每人一剂200令吉的价格 向私人机构出售新冠疫苗 然后由私人医疗机构来负责为民众接种这些疫苗 虽然官方还没有证实有关的消息 但是医药协会是严重看待这件事 而且他们促请医药理事会要展开全面的调查 医药协会就强调 我国政府是目前所有新冠疫苗的进口和分销方 而疫苗也需要得到国家药剂监管局的批准才能使用 那协会的主席苏巴马连就告诉《八点罪人报》 他说到目前为止 政府只是批准私人诊所和医院来为民众接种疫苗 所以要是非医疗领域的私人公司 真的涉及了买卖新冠疫苗这样的活动的话呢 那么当局就有必要对他们采取严厉的行动 他也提醒民众 接种没有得到授权的黑市疫苗是有风险的 大马医药协会主席苏巴马连指出 所有参与疫苗接种计划的私人接医生 都接受过疫苗接种的特别培训 并熟悉整个疫苗接种的流程 但反观 那些没有得到授权的人 在对接种新冠疫苗没有一定了解的情况下 就贸然为其他人施打疫苗 可能会带来风险 透过非正规管道接种疫苗 特会让接种者暴露在风险之中 那政府也无法从而掌握确切的接种数据 整体来说这将影响疫苗政策的执行 关于黑市买卖疫苗这件事 新冠疫苗特工队已经发文告说 他们最近的确有接到一些投报 并且已经先后在这个月的14号跟22号 两度向警方报案了 另外特工队也重申 在全国疫苗接种计划之下 所有国人都可以免费接种到新冠疫苗 而新冠疫苗供应特别委员会之前已经决定 在没有中央政府的许可之下 不能够将疫苗出售或者提供给任何人 而这个委员会也从来不曾向任何人发出这样的批准 疫苗特工队提醒民众 如果你看到身边有人在买卖疫苗的话 或者直接或者接到购买疫苗的现役的话 应该要直接报警 就在疫苗特工队向警方报案之后 吉隆坡总警长阿兹米就说 警方前天已经逮捕了三个人 初步调查显示这三个人是透过随机拨打电话的方式 来联络民众 然后告诉受害者 只要你付420块钱 420令吉就能够接种两剂新冠疫苗 三名嫌犯将会被延扣到明天26号来协助警方调查 除了黑市非法买卖疫苗事件 沙巴也传出了接种中心的志愿者 都受预约接种名额这件事 消息人士告诉网络媒体当今大马说 有几名志愿者擅自向有意插队的人 收取100令吉来把他们的名字放到当天 接种候补名单的最前端 只要当天有人没赴约出席接种疫苗的话 那么志愿者就会联系他们去接种疫苗 至于负责招募志愿者的单位 MyVAC在授寻时则表示 他们正在调查这件事 对于插队打疫苗的行为 医药协会主席苏巴马连在受访时就提到 他理解很多民众迫切想要赶快打疫苗这样的心情 但是无论怎样都好 大家都不应该插队 而是应该要保持耐心 等待自己的预约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